而县议会这一届的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县议员邱光明对于苏花岸道路拓宽工程 提出下脚料进行星辰海提护岸的海滩保护建议 并且也对于竞选期间被竞争对手抹黑 也借由定期会以并澄清表示清白 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为县议员邱光明针对规划193线为假日的替代道路 分流假日的车潮以及苏花岸挖掘隧道所产生的土石坊 填补新城海提被掏空的海滩 他也对于七星潭风景区商店街 目前的规划进度提出质询 并且澄清自己在竞选期间遭到抹黑的事件进行说明 本期在第十九届建议花园县政府 在立物溪南岸来做一些休闲以及其他农业设施 但是我本期建议的南岸是在我们的提访里面 也就是说在我们民有社区的旁边 不是在我们立物溪的基底里面的开发 那本期所建议的是在我们立物溪整个南岸的靠近南岸的话 完全跟立物溪的沙沉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本期今天在这边澄清 接着建议我们花园县政府 193县道从0K到7K 现在5月份要开始施工 但是他只是到我们的顺安村到康乐村的中间而已 本期建议193县道能够延伸到新城 因为延伸到新城以后 我们以后我们的苏阿安在重德下台地的话 只要接一个桥过来就可以衔接到我们的193 变成我们南下的话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是193一条是台九线就不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堵车 第二个案是我们新城乡在秀林国中后面的新城海堤 因为30年前从国中到海边将近几百公尺 现在已经没有看到沙滩了 所以侵蚀非常严重 本期建议能够尽快来养护我们这个新城海滩 第三个案是我们建议我们苏阿安如果在施工的时候 它的土石能够利用到我们新城海滩来做养滩 因为它的量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赶快由县政府来争取这个下脚料 能够来做我们新城整个海滩的防护以及养滩 第四个案子是七星潭的风景区 因为目前很多贪犯非常杂乱 本期建议我们县政府在我们七星潭的范围里面 来申请一个合华的商店街 比照我们东大门的这种做法又安全又卫生 光流处处长表示七星潭风景区的商店街 目前已到其中报告阶段 年底将进行初步的规划 完成后将送交中央单位进行审核 将该笔土地变更为油漆用地 渴望在服务区内设立商品展售区 能够促进当地的产业繁荣 记者林杰花林寺采访我到